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党员老单司理林吉祥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 与已故陈平有亲戚关系 而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的妻子周玉清 与郭肃庆也有亲戚关系 他的亲戚论引起各界哗然 自然也惹来林吉祥父子及郭肃庆三人 怒告这名国会议员诽谤 槟城高庭今日建议三名素人即答辩人调解 为双方无法取得共识 因此案将于9月2日开庭审讯 林冠英等人及西地马斯杜拉是依据高庭建议 今日上午11时为有关诉讼 在槟城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不过 历经两小时的调解后 双方无法取得共识 林冠英 林吉祥及郭肃庆的代表律师山卡拉奈尔说 他们满意调解过程 并与调解中心主管充分配合 但遗憾的是 无法与辩方达成共识 他说 三人对西地马斯杜拉的诉讼将合而为一 于9月2日在高庭开审 双方皆获得大批支持者到来支持打气 出席者包括伍拉币区州议员王莉莉 巴都兰张区州议员王耶宗 阿伊旦区州议员黄顺祥 西地马斯杜拉则获大批女支持者前后护送 为他并没对媒体发言 其代表律师为默罕默法伊兹 林冠英等人及西地马斯杜拉 在进入调解中心前 个别在不同休息室等候 双方并未有交流 同样是法庭新闻 八名男女涉嫌网络赌博呼叫中心活动 今日被控上槟城法庭 为他们全部认罪或保外候审 八名被告分别为六名本地男子 一名本地女子 以及一名印尼男子 根据控状 上述男女于5月9日 在武吉南马一间作为公开赌博地点的公寓内 抵触1952年 驻家公开赌博法令第41 C条文 八人面控时皆表示不认罪 推示允许七名本地被告以6000令吉保外 印尼男子则获两名本地人担保 以1万令吉保外 此案展至6月21日过堂 换个焦点 上诉庭今日批准麻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 暂时取回护照 以前往新加坡和台湾 赛沙迪申请暂时取回护照 前往新加坡出席密友的女儿于本周六的婚礼 以及印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邀请 在6月10至15日期间 作为马来西亚访问台湾的代表之一 上诉庭预令赛沙迪在6月18日之前 把护照交回法庭保管 上诉法院也批准赛沙迪代表律师拿督郑保德的申请 及要求法庭 今天准备即发出一封信与移民局总监 以允许其当事人出国 高庭在去年11月9日裁决 赛沙迪所面对的四项串谋失信 滥用资金和洗黑钱控状 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七年 鞭持两下 以及罚款1000万令吉 高庭也预令赛沙迪即日起入狱 但批准他在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期间 暂缓执行刑罚 赛沙迪在同一天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同样是赛沙迪的消息 这名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将出版个人回忆录 赛沙迪昨日在推特贴文 向民众介绍了这本花了两年时间起草 撰写和编辑的书籍 他说 这本书汇集了过去30年 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他说 这两年里面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人从朋友变成了对手 还有人一起并肩作战 这些他都会在书里讲述 赛沙迪的首本著作超过300页 预料会在下月举行的书展推荐 光明新闻通结束前 带大家到槟城其中一个著名的小贩中心看看 这个坐落在槟城巴都兰璋 巴沙旁的小贩中心 相信是全兵首个 拒绝一次性餐具的小贩中心 从5月1日试跑到今天正式开跑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成效巨大 小贩中心每天的垃圾量立马减少50% 为环保踏出坚实的一步 光明日报记者今早前往小贩中心了解情况时 见到小贩大部分都已经没使用纸盘等一次性餐具 小贩和顾客对活动皆表示欢迎和支持 小贩中心主席吴全发说 活动试跑后效果立竿见影 垃圾量立刻减少至少50% 吴全发也说 小贩都支持这个活动 除了一些从商家定制的食物 是使用塑胶盒或保利笼包装之外 档口都已经摒弃了一次性餐具 小贩效仿肯德基快餐店 挂宣传布条呼吁顾客用餐后 把餐具放到准备好的回收桶 为目前仅28%的顾客会把餐具送回 小贩中心内的咖啡档也配合这项环保运动 推出自带杯子或容器喝或打包咖啡和茶 一连三天一律只收一令吉的促销活动 以鼓励顾客自带杯子或容器 76号咖啡档老板娘叶宝敏说 这个促销活动从今天开始至本月17日 过后是否继续还未有决定 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给大家播报到这 欢迎大家收看 我是您们的AI新闻主播 我们下次见 接下来 感谢观看